這樣可以嗎 可以 親切蹲下替小粉絲簽名 希克立委蔣萬安 暖男形象 升職人心 擁有外交 經濟 法律專才的他 出示提升一曲前進國會 即使大環境艱困 人手住 台北城池 被譽為國民黨潛力鼓 未來的明日之星 很多內部有很多聲音 希望能夠進行改革 所以未來我希望 我希望能夠扮演好溝通者的角色 因為我身為民意代表 要充分的反映民意 北友蔣萬安 終有江啟成較早踏入政壇 同為政大外交的學長學弟兩人 被譽為青年胡志強的江啟成 也在台中強敵還四下 殺出一條血路 盛世看長黨內還一度傳出聲音 拱做黨主席 這種期待對我們來講 相對都是壓力 所謂潛力主要可能也是 因為我們年紀相對比較輕 能夠符合外界對我們的期待 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 非常謹慎的地方 身為中間分子的兩人都坦言 當前國民黨面臨新生代斷層危機 該如何改革 兩人對於黨主席也有期許 新的一輩他們有機會能夠參與政黨 能夠參與政治 然後我剛剛講的這種由下而上的氣氛 可以培養制度 可以把它建立起來 我也希望說真的能夠做到 培養年輕人給年輕人很多機會 確實賦予他們更多的責任 百年老店要凡修重拾選民信心 恐怕得更積極培養新秀 才能加促世代交替 記者站上去 吳星駿台報導